喔這什麼東西啊 欸這什麼這什麼 喔這這 演技拍 演技拍 不要走開 不要不要不要 走開走開走 就叫你跟你說不要了 你討厭啦不要過來啦 然後收起來收起來 不要給你了 不要給你了 你要演像一點嘛 對不對 要有耐心 大家好 歡迎收看熊爸Google 今天呢我來到一位 這個漂亮的小姐 跟一個小帥哥他家 哪一個小帥哥呢 就是他 小帥哥 是一隻雞娃娃 那他的名字叫歐雷 現在一歲多 那今天熊爸到你家 就是去小隻還有歐雷的家 Go 嘿嘿 有一點廢叫的聲音 嘿 歐雷 非常的開心 我們進去看看 哈囉小隻 你好 你好 高興高興高興 你看 哎 拿著香蕉來迎接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吃香蕉呢 我們現在來到呢 小隻跟歐雷的家 這位就是小隻 哈囉大家好 對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一個遊戲實況主 然後我現在也有在經營Youtube 然後之後 我也會想說 可以訪談熊爸一下這樣子 對對對 對狗狗是有興趣的就對了 有 我很喜歡狗 那我對打電動也有興趣 沒有問題 歡迎歡迎 一起打電動 好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 歐雷生活的環境 對吧 那一進來看到就是 兩塊尿布 那我就會問啊 為什麼會放兩塊呢 因為 平常都是這樣嗎 對 平常都是兩塊 因為像這樣呢 因為他比較習慣在這個地方 那很多時候 或者是啊 比如說上完之後 你試試看 比如說我換一個方向 他就會尿這邊 這樣就沒問題 不然的話 對他的確是不會比較靠牆 他會先尿布外面 對 所以你可以看他這個就是 比較集中在某一個地方 但一般都會建議 像這樣尿的一拋兩拋 我們可能就要換一塊新的 就換掉了 不需要去留 那當然也可以放兩個三個 就是他如果說真的 這邊髒了他還有其他的選項 我會多放是因為他 因為他大便也在這上面 然後 他大便的時候 他就會轉圈圈 然後就有機率會 轉出去 轉到外面 好 對所以我才多放 所以這就是一個重點就是 為什麼我會進來 會先看這個 因為當像這邊有尿 或是他固定在某一塊 因為他看起來 這邊是兩三拋 但有可能是一拋 那這個時候會覺得 他就在邊邊 也許你會覺得 還乾淨還有地方可以上 但是像他 像這個時候 他就不好轉 因為呢 會有他尿尿的 會髒 所以他如果在這邊轉 他有可能就會轉到 其他的地方去 對他其實還蠻容易的 是 所以因此呢 像這樣通常兩拋三拋 我們大概 最好都要把它換掉 對可能剛剛我沒有注意到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甚至放一塊 也都沒有關係 反正當然我們就換 如果呢 還是有時候會轉到邊邊 或尿在邊邊 因為這看起來有點在邊邊 也許將來你可以試著 把尿部稍微墊高一點點 墊高一點點 對 下面再鋪個東西 或是鋪個讓它墊高 墊高的時候 它比較會整隻都上去 或者是比較不會轉出來 那當然最重要的 還是維持尿部的乾淨 是最重要的 好 那進來之後呢 其實我發現第二件事情 是最嚴重的一件事情 什麼是 就是 飼料 沒錯 為什麼會有飼料留在哪裡呢 因為我 我有時候 怎麼講 我只有記錄而已 就是我 你熊巴這個時候就很生氣 你是說他一定要就是當餐吃完的意思 對 其實我們一直在強調 吃飯這件事情呢 希望他都每一餐可以在固定規定的時間內 吃完 吃乾淨 那不吃怎麼辦 沒有不吃的 所以現在開始呢 你的幾乎都很清楚 譬如說你整天一百 然後他都只吃八十 然後你隔天就只能餵八十 只吃了六十 再來就只能餵六十 總量 反正你的量就是抓在他確定每一餐都可以吃完吃乾淨 那一般我會建議你可以給他一天三餐 因為這種小狗呢 尤其吉娃娃啦 不是這麼耐餓的 腸胃比較敏感 所以如果空腹太久 他可能會不舒服 那我會建議至少可以給他三次 三餐以上的機會 量就是少少 以他可以吃完為主 那你要吃罐罐呢 那沒關係 就吃罐罐 你要吃飼料呢 就吃飼料 比較建議不要混在一起 因為濕的跟乾的比較容易讓飼料變脂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不吃就一定先收起來 就不要放哪邊 甚至呢 因為這個接觸到空氣之後 他也慢慢不好吃 跟那個從 你這個飼料桶嘛對不對 從桶子拿出來新鮮的 跟放在這邊已經受潮的 它其實味道就不一樣了 咖哩咖哩比較好吃 對對對 所以拿出來真的不吃 差不多十分鐘 那也許這個就倒掉就不要了 那你至少 那你下一餐就知道你大概要餵多少 反正就是少量然後讓他吃完 對對對 重點就是要吃完吃乾淨 好啦 現在這個狀況 我不知道你有看過嗎 沒有看過吧 沒有 沒有喔 好 如果以後像這樣的話就要注意一下 最近啊 很多狗狗呢 大小便突然出問題呢 都跟天氣熱有關係 一般家裡就常常像這個床跟沙發 那有的因為熱呢 就會跑到尿布比較涼快 所以你注意看一下 只是剛剛才看到就沒關係 那如果這一陣子比較常看到到尿布 乾淨的尿布上休息 那你就要冷下再開牆一點 好 尤其它是長毛的 對 長毛 長毛擠娃娃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沙發 你特別拿了這個東西把它鋪起來 是為什麼呢 就 覺得這個比較舒服 沒有 就是沙發布 就是 沙發布 對對對 好 我就把它 那通常看到這個都表示 牠可以自由上沙發 對 好 狗狗可以自由上沙發 那這隻因為牠是吉娃娃 體系比較小 所以呢 我知道牠會上沙發 我就會檢查 有沒有放樓梯嗎 對 有沒有斜板跟樓梯 雖然我們剛剛看牠的動作 是非常輕盈的 上下 但注意喔 其實這個地很滑 如果說在牠正常的情緒的情況之下 牠其實距離可以瞄準得很好 牠可以很順利地跳上或跳下 但如果呢 假設牠現在情緒很激動 不管是興奮或緊張 就有可能這個距離會側挫 如果一不小心沒有跳好 牠可能就會摔倒 那像這樣的狗呢 矽腳 矽骨頭 非常容易受傷 那因此我一定建議 像這個沙發的高度真的不矮 所以最好是要有斜坡或者是樓梯 能夠比較方便的上下不用跑跳 有 其實我在看 但是因為我想說牠還年輕 我就想說再看一下 這個其實跟年輕不一定有關係 是因為呢 這種純種的狗 比較常會有先天的疾病的問題 牠天生可能骨頭就 關節就不太好 可能膝蓋可能髖關節 牠就算是很年輕 還是會因為這樣就容易退化或受傷 那一定會建議就是一定要樓梯 好 好 再來呢 我看到哇 很多床 又很多玩具 所以可以知道媽媽是好野人那一類的 沒有 不是喔 玩具都準備很多 玩具很多呢 非常好 為什麼呢 因為牠可以每天玩不同的玩具 但是如果我是你的話呢 我會每天稍微換一下 可能今天把某一些收起來 蹲在牠的新鮮感 對 然後隔天再換其他的 不然的話呢 媽媽的這個玩具購買是無底洞的 就是一直買新玩具 一直買新玩具 因為牠只有玩新的 舊的越來越不玩 可以有不同的 比如說有一些抗焦慮的玩具啊 或者是一些啃咬的玩具啊 那像這個是比較抑制的玩具啊 就是裡面可以藏東西啊 對不對 好 你看這媽媽不管乖不乖 有沒有很調皮 媽媽都覺得很開心 媽媽超可愛的 這個媽媽非常好 就像這些 都是可以去輪著牠玩的啦 但是現在看起來 大概都比較是同樣類型的 就是這種娃娃類的 所以也許可以參考一些 這種橡膠的啃咬的 有有有 有一個藍色的玩具 抗焦慮的玩具 對對對 這種比較是很咬的 放個地毯之類的嗎 對 或是墊子 因為牠也像跳上跳下的 的確很容易受傷 好 所以這個是要比較注意 沒問題 因為你可以看牠在地上 牠是會滑的啦 牠有時候都會滑的 那又加上牠年輕嘛 所以有時候會比較興奮 那最好是指滑 或是有軟墊 樓梯 這個是比較重要 為了保護牠的健康 因為牠會變習慣 然後牠有一天也會慢慢變老 是 如果牠年紀大還習慣這樣飛來飛去 飛去 對 就飛來飛去 那就容易受傷問題 謝謝 好 那我們去看看牠睡覺的地方 睡覺 但是其實 我是想看媽媽睡覺 不是 看歐雷睡覺的地方 有變白了 竟然看到了黃金 你看非常好 牠很愛乾淨 所以牠都會在一個地方尿尿 然後便便在另外一個地方 對 所以我才會 對 所以有另外一個地方 讓牠如果呢 比較好轉的話呢 牠就比較不會轉到外面來 好 但是呢 注意喔 牠也盡量可能都在比較外面的地方 對… 所以你的尿布 也許可以考慮就是 不要這麼貼牆 喔 還有像這樣也要注意喔 因為看起來是很好 你撿起來尿布還可能是乾淨的 但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呢 牠就不在這個地方上了 那你會知道 以後牠大的地方 牠也不想再尿尿上廁所了 好 好 可以撿了 欸 進來呢 就看到這個就是樓梯嘛 是不是 對啊 所以其實你也知道 這房間這個樓梯就不錯 因為主要上去的時候 需要用力 需要一個摩擦 對 這的話牠就比較容易滑嘛 這樣就會好一點 那另外就是可能這最好再 一樣像這樣鋪個布啊 讓牠比較方便走上去 那以這個地方來看呢 因為牠是長毛急娃娃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怕熱 就是睡覺冷氣開強一點 好 然後會有風扇吹 好 不然的話牠晚上一定就是 一直換位置啊 要不然就抓床啊 不然就跳下來啊 會一直換位置啊 因為會熱啦 好 好 我們看到這個 後雷呢 到現在還沒有安靜了 就是像這樣 跳上跳下 跑來跑去的 所以呢 我們更需要呢 有機會教牠安靜 像剛剛這樣子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我們都不要理牠 或者是牠 有時候會搖手啦 找你玩啦 就是忽略牠 但是只要牠安靜 比如說牠剛剛這樣乖乖的 在旁邊坐下或趴下 你就可以馬上跟牠說 你好棒 那當然 我前面也有講 這個時候我可以找一些玩具 對 然後讓牠在旁邊 慢慢地咬 乖乖喔 好棒 乖 鼓勵牠 玩玩具 好 那這個時候呢 牠就會慢慢地比較快安靜起來 你好乖喔 乖爸爸喔 那如果牠一興奮 我們就 忽略牠 對 不理牠 但是你可以看喔 牠已經很知道用一些方法 不是抓就是鐵 不然就咬手 那盡量 都要忍住 好 好乖喔 那如果牠一咬對不對 好 那就跟牠玩 然後盡量不要在我們身上玩 所以我就 剛剛在我身上 我就拿到旁邊來 在這邊跟牠玩 好棒喔 乖乖 這樣牠才有機會呢 慢慢地 靜下來 對 因為安靜下來是很重要的 因為牠需要休息 好棒喔 乖乖 好 歐蕾是有什麼樣的問題你想要 解決嗎 就是牠散步了都會爆蟲 我先問牠現在大概 多久散步一次呢 起碼兩天我會帶牠下去 喔 起碼兩天會帶牠出去一次 對我們要每天 一天要帶狗狗出去散步三次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因為牠少出門 其實我有看你的影片啊 牠之前反而是不太走的啊 那現在呢 可以知道牠已經覺得散步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我們就建議每天啊 至少兩三次出去散步 因為呢 我們剛剛來的時候 其實是有聽到 牠有廢叫的一些狀況 有時候有人按電鈴 或是聽到外面的聲音 有可能會叫 這個呢 都跟看過的市面 有沒有夠多有關係 簡單說就是所謂的社會化 雖然牠現在已經一歲多了 那我們的社會化的訓練 就是每天都要做 所以可以的話呢 就是多出去 因為晃晃走走 多聽多看 外面的環境的變化 自然呢 第一個牠其實 牠都會習慣這些 對那這些聲音 對就比較不會 讓牠這麼緊張害怕 再來呢 有很多的需要 在外面就釋放了 所以牠就會更穩定 所以其實我看起來是 散步是要多出去的 好 那還有呢 就我剛剛說牠 會搖不該搖的東西的時候 對 然後 我不知道要怎麼 從牠嘴巴裡面 所以 因為牠就會變 牠就會變成另外一隻雞 牠就不早起來這樣 是哥吉拉 牠就會這樣 類似 類似 那真的有咬到過嗎 有很多 所以是會受傷的 會流血的 就真的就噴血 噴血 就是會流血 就是真的會流血 真的有差喔 因為如果講到噴血呢 表示那個洞是很深的 如果皮外傷 刮傷呢 破皮呢 那是小傷 應該算小傷 不過這裡就可以知道呢 牠是有攻擊行為的狗 雖然你很疼牠 但牠就是有攻擊問題的 那有攻擊問題呢 攻擊有分咬的力量的大小 也有分因為什麼樣的情況 所以牠攻擊 那目前你看到就是 保護東西 對 玩具牠不會 玩具不會 飼料不會 什麼會 罐罐跟就是某一個 牠知道我覺得牠不行咬的東西 好 以護食物的部分啊 很簡單 那我給牠罐罐就不要去拿 就沒事 對不對 給牠骨頭我不要去搶就沒事 對 但是現在針對 你覺得有些東西不能咬 解決的方式 我相信你有在做就是 盡量收好嘛 對 那真的咬到的時候呢 我真的建議 不要第一時間想要去拿 或搶 轉移牠的注意力之類的 對 因為你就想嘛 牠最喜歡就是 從哪裡偷到搶到的東西 牠最愛的嘛 所以牠今天拿到一個 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再假裝去拿另外一個寶貝 牠就有可能會 牠很聰明 那就是主人太笨 牠都知道我要拿另外一個東西騙了 那就是因為你演得不像 真的要演像一點 我跟你講 你就拿個東西躲在一個地方 找個地方躲起來 然後就叫牠不要過來 然後在房間啊 躲什麼地方 然後開始 這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 這什麼 演技拍 演技拍 這裡 不要 不要 走開 走開 好厲害 不要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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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叫你跟你說不要了 討厭啦 不要過來啦 好 收起來 不要給你了 笑 你要演像一點嘛 對不對 要有耐心 好 是不是 不然呢 牠心裡就是 媽媽就很笨 是嗎 不過呢 這個部分呢 真的要很注意 因為 牠就是有攻擊問題 相對的呢 牠也會衍生出 將來可能會有其他的狀況 包含洗澡啦 美容啦 看醫生啦 都要非常小心 不能硬來 你只要發現牠 表情有點怪怪 其實像你剛剛在抱牠的時候 我都會看到 牠會一直舔舌頭啊 然後有一些 表情上的壓力的表現 尤其剛剛我一直看到 你那個動作 你會很喜歡牠 你就會把牠臉一直靠過去 非常危險 現在可能沒事 我也希望將來都沒事 當然減少 如果你在玩啊 抱牠 摸牠 臉靠過去 不擔心 但是牠在睡覺的時候 你 這樣 就 以後就不要做了 就要小心 因為牠也 不是真的要兇 可是牠就有這個 保護東西的這種行為 就要很小心 而且我剛剛好像 有瞄到一個東西耶 就是 怕被咬 然後你就準備 對… 可以讓牠看一下 是什麼東西嗎 防咬手套 很專業 這個是 你打從行李 就打算被咬就是 也不是 因為我就是很擔心 牠如果真的咬了一個 很嚴重的東西 我就會覺得 我必須還是準備一下這樣 跟大家講一下 這種是防咬手套啦 就是很厚的牛皮縫製的 那 說真的啦 其實因為牠還小隻啦 不然一般 你說牠真的防咬嗎 牠還是會痛 只是不會皮外傷 就是會有些瘀情 牠現在看起來是還好 不然有些狗啊 看到這個 我才說你還好 沒有牠是在玩 有些狗看到這個 都已經瘋掉 因為常常都是對牠 準備要對牠做不好的事情 其實我沒有 真的拿出來對牠做什麼 你就是 買起來當作教材啦 拿起來當作預備 這個呢 那一隻 就要收起來 牠只騎那一隻嗎 牠比較喜歡那一隻 好 盡量牠會騎的 就要把牠收好 因為這是 不太好的休閒活動 這裡呢 來 來 這什麼 這什麼 在哪裡 其實呢 我現在看到牠 牠是一隻很善良的狗狗啦 跟著也很好 那就是多外出散步 多安排一些休閒活動 吃飯 好 要吃好 其他的呢 我覺得你們是可以 非常好的相處 因為你是一個非常好的主人 所以盡量都不會惹牠生氣 不要故意喔 不要覺得牠有時候生氣很可愛 千萬不要這樣 不要覺得這樣 然後肉牙齒很可愛 好 那些可能會造成牠肉牙齒啊 或低吼的事情 我們都要上座 好 那我相信 那個就是跟在牠的壓力 對 等於是在練習牠 發脾氣 練習牠咬人 就好像小朋友一直去鬥牠 一直鬥牠 最後這小朋友長大 脾氣都不好 喔 好 小隻 你有在經營頻道 對有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頻道 叫有一隻小隻 有一隻小隻 對對對 有有有 我剛剛看到本人真的也很小隻啦 對 有一隻小隻 好 今天熊爸到你家 就知道 有一隻小隻的家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熊爸Google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